這個地方呢就是亨利巴蜀 跟小哥住的這個地上 看牠的皇帝 哈哈哈哈 公路的腳 哇靠 這個花實在是太神奇了 我們終於進了牠的廚房了 超大 這年代的地主就是這邊 來個flower 來個flower 要給誰? 你 謝謝 不知道我兒子給我的花 哈囉我是馬來太太 又到了我們週末去哪裡系列 今天我們要去一個非常的有文藝氣息的地方 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以王橋有一個很愛砍頭的亨利巴士國王吧 我們今天就是要去他的palace 目前英國呢只剩下兩座曾經屬於他的palace 一個就是今天我們要去的這個地方叫 Tamtenco Palace 另外一個是Sam James Palace OK 出發出發 你看看 這個是host racing的場地 賽馬的場地啦 中國人也超愛賽馬的 他們很喜歡看賽馬 最知名的場地叫 ASCO Chris called ASCO 有一個地方叫A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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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方 就很很有名 泡泡了 謝謝 到了到了 好 停車了 好多人的感覺 OK 通常我們都會在網路上買票 但因為我們今天不確定幾點來嘛 所以我就現場買 基本上網路買票會比較好 以免就是要排隊啊 還有太多人啊幹嘛的 好多人 謝謝 謝謝 一個人28英鎊真的是小小的貴 可是好像在英國 基本上 都是差不多這個價格 差不多20吧 但是28算是有點小小的貴 28折合台幣就 應該快一千了耶 一個人 哈哈哈哈 入口前有馬耶 趕快走路去看 因為他穿著那個制服 我不確定是不是在這邊 就是可能要等一下拍照 展示用的 還是就是 附近的學校出來 騎馬 因為你知道 這種鄉村 很多都會有馬術學校 那個馬應該就是附近的學校 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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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吧 很大了吧 對 為什麼人們需要那麼大的大物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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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超大 這地方就是亨利巴士跟他的小山 第二人妻子 就是他還沒離婚之前 他就想要跟這個小商在一起 總之呢 他就跟小商住在這個地方 他住的地方喔 Apartment 來囉 感覺是那個門柄 因為他就是 有連接到那邊 所以感覺是你 拉一拉 他就會 這樣子 這個是他們以前吃飯的地方 可以融入三百多人 這一切就是為了這個女神 安柏林 第二個老婆 雖然那個亨利巴士 最後把他老婆的頭切下來 就是 上那個 斷頭台 但是他愛他的時候很浪漫喔 他在這一間吃飯的地方的牆壁上 上面有他放散的浪漫的情懷 就是用他的 Henry的H 跟那個 安柏林的安 形成一個就是H 然後中間是A 所以有點想要買 這應該就是古時候的暖爐 這個應該就是古時候的暖爐 古旺大概就會坐 那位子吧 應該就是古時候的暖爐 古旺大概就會坐那位子吧 這邊這個 這個呢就是白玫瑰 都於王朝的那個simple就是白玫瑰 雖然說 亨利巴斯他很奇怪 他花很多錢 然後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但是他跟安博林生下那個 伊麗莎白一世很厲害 因為伊麗莎白一世上任的時候 其實英國並沒有很有錢很可憐 所以伊麗莎白一世後來又讓整個英國很繁榮 然後他們的那個海軍 就是因為伊麗莎白跟海盜合作 反正最後就整個很強大 全盛時期然後都於王朝 但是呢都於王朝也是在伊麗莎白一世的手上 就是結束因為他沒有結婚 是不是很酷 這是伊麗莎白一世 就是這邊 可能要塞什麼東西的把它變大 這是他的家人 這是他的家人 這個是伊麗莎白一世 上面是他的媽媽 你看那個脖子 那一圈 伊麗莎白他的頭髮是紅色 在那個時期紅髮並不是很受歡迎 他為了要彰顯他的威眼 所以他弄就是柏尾那個很大 就是從他那時候開始非常流行 我們現在在尋找他的廚房 他那個廚房很厲害可以容納200多人 就是廚師 然後他們一天呢總共要煮給600多個人吃 等於是從早煮到晚 有點像是煮飯工廠的感覺 剛剛我們不是走那個 Queen's Day嗎 這個是 King's Day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怎樣 國王走下來的樓梯跟皇后走下來的樓梯不一樣嗎 他覺得你是王 這個畫實在是太神奇了 這邊呢全部都是武器 也有刀啊還有槍啊 滿滿都是 立板非常的有歷史感 感覺很像是從之前游下來的 但沒有辦法確定是不是 反正他就是很古老的感覺 剛好遇到有電視節目在拍攝 所以這個是因為要拍攝 就是搭的布景 好專業 我們終於進了他的廚房了 超大 天花板也好高喔 聽說這裡以前的這裡 每年有130萬枝木頭在燃燒 就是煮飯 想像一下很久很久以前 在這邊有200多位廚師 在這邊煮東西啊 切東西 揉麵粉 這邊是放麵包的地方 所以他們製作好 烤好把它放在那裡 廚房真的炸大 因為還有三個大房間 來煮不一樣的東西吧 這窗戶應該是從之前留下來的 哇 好喜歡啊 我們現在要去看他們的花園了 這花園很厲害 它有60英模 這樹齁 每一個都長得好像香菇喔 哈哈 謝謝 謝謝 你要幹嘛 我給花園 什麼 我給花園 你給花園 要給誰 你 謝謝 知道我兒子給我的花 哈哈 本來想要進去這個 迷宮花園的 它很有名喔 世界有名 可惜它三點多就關了 冬天的英國 真的是很多東西 就很愛在三點多的關門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怕天黑還怎樣 但是這個迷宮 這個迷宮也只是樹而已 就是天黑會怎麼樣嗎 應該還好吧 現在已經四點半了 基本上它們裡面四點就關了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應該也沒什麼東西好逛 應該該關的都關了 今天的 週末去哪裡些 就要到這邊結束 下次見 掰掰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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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